4月27日,苏格兰BIT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,正在参加联合勇士John Torrever演习。 该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,是欧洲同类演习规模最大的。演习地点在克莱德海军基地,今年演习从4月21日开始,至5月4日结束,包括来自丹麦、爱沙尼亚、拉脱威亚、立陶宛、荷兰、西班牙、瑞典和美国等17个国家。 11600名军人参加,这是刚刚涉水登陆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,可以看到他们在衣服外面照着黑色的防水服,在抵达岸边时,他们会把防水服脱掉,露出里面的迷彩作战服。 岸边集结的英军官兵,正在等待下一步的命令,不过这样的集结在实战环境中根本无法实现,但英军丝毫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,照旧曼条斯里的进行集结,同时派遣侦察兵对周边环境进行控制,侦察兵去抢占摊头阵地周边的制高点。 但是,在实际作战中,这样的摊头阵地的射击诸员,早已被防守方标定,很容易向这里发射致命的炮弹,英军却还在这里磨蹭,仿佛就是来度假的一样,英军指挥官对此理由非常充分,等待后续部队到达,才能有足够力量向纵身进攻。 啊,好吧,你说得很有道理,我竟无言以对,后续部队逐渐上岸,脱去防水服,做好战斗准备,可能后续部队上岸后,看到如此多的同伴在迎接自己,会非常感动吧?人都差不多,了,该出发了吧? 指挥官不断地与总部进行联系,机枪手恐怕非常感谢同伴能等着自己,英军终于开始向内陆前进。